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非洲之王 原來問題不是電機輪 也不是主機輪 反正就是一個可愛的鐘 新的刀 主要是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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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肉滿足寶加蛋 蛋點 對 蛋點 好 赤金 蠔東西 可以 8點51喔 今天比較晚 因為剛剛麥當拿等太久了 然後 今天是禮拜五 好多事情 好啦 照在說到底 見一見結局 運氣不錯 那個雨不大 不然又要撐傘 不是 欸 知道我撐喔 快點啦 好 早安 9點32 然後昨天去虎記啊 我拿了兩包豆子 一包就是牡丹 非洲之王牡丹 我很期待這個喔 但是我要自己烘 然後另外就是經典不敗款 橫牙AA 但是 莊嚴有改 叫做齊安布產區 齊安布產區 這個我之前沒喝過 反正試試看 然後自己烘 那我昨天也跟Alex說啊 我覺得 我烘的跟他烘的就是不一樣 我昨天忘了順便買豆子 因為這都是生豆 我要自己烘 我應該買 跟他買熟豆 這樣萬一我懶得烘還有豆子可以喝 然後 我之前烘那個保障盒 是還可以 還不錯 但是 剩不多了 我家大概就是一次烘兩鍋啦 就那小鍋兩鍋 這樣子 這個 兩份 大概可以撐個幾天 然後昨天 昨天是咖啡課 就是這一期的最後一點 接下來就是練習 那老師就說我們有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可以跟他講 然後去他那邊練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泡 其實練習是嗨嗨 只是說去可以讓他罵一罵 看你哪裡不對 他會幫你罵一罵 可能就會改進 他昨天有提到說 我有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是 第一天覺得你很兇 可是之後 因為知道他的個性 根本就不怕他兇 他說 我不兇行嗎 你看你這種表現 我不兇 他們考試會更緊張 所以他是用心良可 只是他的方式 他的方式 對有些人有效 可是對有些人會變成是害怕 有些人被兇之後會更專注 然後想要把他表現好 可是有些人被兇之後 他是會亂的手腳 會根本腦筋一片空白 不知道做什麼 有不一樣的 有些人可以兇 有些人不行 不過那是他的方法 我覺得至少他教了很多 很優秀的學生 這個是很厲害 好吧 來泡一泡 就要開始忙 然後今天我會 今天應該會利用時間 今天開箱Tagas的背包 這個朋友拿來很久 然後明天29號是 那個Synology 群暉辦一個活動 從一早到下午四五點 等於是一個整天啊 那個一個整天就沒有了 在W Hotel 那我去參加是 看看能不能再抽台NAS 我那是1512的 這樣也是 今年18年嗎 五年喔 用了五六年 那昨天在考試 其實我在那邊待了 我七點準時到 雖然我晚了 可是 我算遲到 七點到九點 我整整待到九點 很耐心的看完 就是前面兩屆他們的 考試啦 因為我們可以在旁邊看 那主要是我們在旁邊看 你也可以知道 那個老師會問什麼問題 因為那考試就是一個是 他是教育部還是老 反正就是 政府單位的人 在那邊 那有一個是 一個學者老師 那他會問問題 然後評分 那你的資格如果他覺得OK 他就會發給你證書 那像這種課程的預算都是 國家給的 就政府機關給的 那怎麼來的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就是有 這樣子的訓練課程 那看了兩個小時 我發現大家都有一些 共同的毛病 就是明明平常練習的時候 你平常練習的時候 表現很好 可是到真的考試的時候啊 流程通通都忘記 就像我們一開始 準備 準備 這個時候 昨天有一個被趕出來 是 他忘了放那個 綠布 他竟然 拿了之後 沒有放綠布 就去接粉 那就是緊張 這種錯誤是有點離譜 所以好像就被請出啊 我不知道後來有沒有再進去 我沒有看 因為我已經 前面看了六七個了 大家 大家情況都差不多 然後比較煩的是 我坐在那邊 我旁邊有一個人 我蠻討厭這種人 就是 人家在上面講事情 然後他就在旁邊 一直 暗示提示這樣子 可是人家在考試啊 啊你那麼棒 你那麼棒 你就上去就好了 就在那邊一直給人家暗示 我覺得 而且不是暗示一個人 是每一個人上去 他就在那邊比手話講 那我覺得說 你不是很厲害嗎 不是男生喔 還是女生 我覺得 我實在很想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子 因為 在台上的人緊張 根本看不到你在比什麼 可是你這樣比 會影響到你旁邊那個 反正人百百種啊 你 你真的是很難 很難說 很難說 因為在當下那種情況 我覺得我如果跟他講 我真的會 尷尬 所以我是沒講 我是蠻忍耐的 可是時間到了 我看九點到了 我就走了 因為我本來以為 最後一堂老師會講一些東西 結果我原來最後一堂是考試 剛好去遇到考試 那就沒有了 另外有些 有些朋友 我不知道別人在做生意 是怎麼樣在 在經營客戶 可是基本上 我很不喜歡被人家利用 這個待會再說 待會再說 先泡咖啡 像昨天考試照理說 照理說這些流程啊 例如說 烤這個上壺 烤上壺 然後磨豆子 磨豆子 間歇性磨豆 為什麼要間歇性磨豆 這些都要講 可是 我發現 參加 考試的人 七八個 都沒有 都沒有做到 大家都緊張吧 我覺得 那昨天我問老師說 為什麼我泡 我看人家泡 在 在 讓咖啡下來的時候 那個泡泡很少 可是我每次都很多 而且我沒有滑很久 我滑一下子而已 他說那有可能就是 豆子很新鮮 要嘛就是你水溫很高 我覺得水溫很高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昨天考試的時候 他們考試的時候 我有發現 那個 老師 考試的老師 他很愛 做陷阱 例如說 要跟你講 爺家學非就是要香氣 你要它的香氣 所以你要用 比較大的火 比較大的火 然後 速度比較快 像這種醒鍋啊 整粉啊 這些動作 有些人就會忘 他考你說 那要比較快 可是因為我們在 過程會移動 移動 他說你既然要讓它快一點 那為什麼你還要移動 有些人都可以 他很快 又要注意 他們就要拉到 所以就要把火鍋 要把火鍋 放在這裡 還要給你 然後再拿出來 已經夠了 然後再把火鍋 煮到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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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在泡這種藥泡泡其實真的不難 而且這泡泡好多 因為老師問我說有沒有用這個杯子 我說有,我每天都用 我每天都用,他很開心 的確,沒有去上課之前啊,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種杯子 因為用這種杯子,他杯口比較寬 所以呢你的熱,因為咖啡剛煮得很燙 那個溫度太燙,燙到你沒辦法去感受到這咖啡的香味,香氣 真的,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泡得不錯 好吧,吃早餐 現在是10點29分 剛剛有一位那個李先生,就前兩天來給我改滑板 我說他是那種瑜伽很厲害那一位 然後,他的問題是 他說他滑一滑會鈍一下,我剛剛是實際的確會 我本來是懷疑主機板或者是 主機板或者是 主機板或者是 主機板或者是電機 我跟他講說我要把主機板和電機都換掉 因為他明禮拜天,就要回大陸去 但是,我沒有想到是電池的問題 因為我用他這顆電池,裝到新的 新的主機板跟那個電機輪上面 一推,就斷電 原來問題不是電機輪,也不是主機板 就是這顆電池出問題 但從外觀上面完全看不出來 那我現在把他的 好像還沒裝回去 這樣就正常 所以既然問題不是電機輪,也不是主機板 這比較特別,所以把它錄下來 有時候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你看表面,你覺得問題是在這邊 結果你把它拆開來之後 交叉測試,才發現原來都不是你拆的那個 原來是這個的問題 很有趣 好啦,我把它弄用他在樓下等 不過還好,他人很客氣,他也沒怪我 然後又專程跑一趟 對 好啦,大家互相 反正有問題我會幫你們解決 好,就這樣 好,午安,12點34分 我要開始改滑板 不過我想到這個 VAGO 這是我那天他們發表會 的新產品 然後後來我老婆帶出去 日本 他跟我說六個小時就洩氣 我想說真的嗎?我來試試看 我們來弄什麼呢?把這一隻裝進去 這一隻,然後這個好了 這個也裝進去 然後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 扣起來之後 他這個是 就這樣子 鎖上去 抽一圈半 鎖上去之後 然後行動電源 接上去 好,這樣開機 然後按一下 他就開始收縮了 好,因為我沒有空在旁邊一直看對不對 我們來拍縮時 Q7 放上去 修體 然後 設定 好,設定 Timelapse 原始錄像 好,現在開始 縮時 我們不理他了 我要開始忙 好,現在12點55分 看起來差不多 不完美 再壓縮空間有限 其實他們的目標是 縮減50% 它看起來是不值 然後 我待會 我們大概6點鐘 再來看一下 他有沒有空間 好 欸,給我冷暗電 一個包 這個 小凱的 發光輪 現在發光輪只剩紅色 然後沒幾個 搞這一批 那下一次發光輪 可能要等一兩個月吧 什麼時候不確定 欸,來猜一下這什麼 這個是 AFT SHOCK 就是那絲 維藍寶 我大概知道是什麼啦 我大概知道是什麼啦 是一個 一個鐘 但是應該是蠻可愛的鐘 喔,蠻重的 Tivo 有APP 這是呢,Devon出的啦 那Devon的代理商一直在換 早期我有一個朋友 是Devon的代理商 欸,我有兩個朋友 先 先後當過Devon的代理商 在台灣 那現在換 思維藍寶 原裝行貨 反正就是一個 可愛的鐘 然後你 下載那APP 可以 可以自訂了鐘的那個 圖樣 下週再來玩 這禮拜沒空 好,接下來時間 閉關 閉關 至於做什麼 待會才知道 好,先閉關 劍 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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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瀟 解鍋 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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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午放到現在還是 現在是六點十六分 六點十六分還是扁 但是我們在想是不是有一種可能性 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給他任何的壓力 就是像我們如果在行李箱裡面會在高空 那可能蒼壓或者大氣壓力不同 他是不是就會有變化 目前是看起來是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到天上就不知道了 或者是在運送過程中如果有這種擠壓 他是不是應該就會慢慢泄氣 目前是看起來是沒有 沒關係我們就這樣子擺著 明天再來看吧 所以我這樣子中午實驗到現在可能沒有很準 沒有很準 但是如果一般家庭要收納的話 我這種收納方式成本比較高 這個還是比較適合是外出使用 一般在家庭用這個有點浪費 但是你如果旅行如果可以壓這麼扁 然後可以幫你節省一些空間 是不錯 還有一些比較髒臭的衣服 你可以放在裡面 把那味道隔絕 也是不錯 這個是一個抱枕 抱枕變這麼扁 好吧 好吧 明天 明天Synology活動要穿這個衣服去 所以我待會兒要帶回去 然後帶回去我會背 這個新的包包 新的包 好吧 大概是這樣 然後明天我們就 會去Synology的會場 到時候看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背這個包 鏡頭的角度好像有點偏低 對 這個包包 我要承認 我认识你当时感觉你没有属于 所以告诉我你还在那里 你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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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里 我以为你是下班就去了 你现在要出去混哦 虎来了 来了 你是第一名 你们要去哪里啊 去他家 你妈要出去混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在家混 我们在家混好吗 没关系 我交代 10月1号 好 亲自还有 一定要改 哎 借我过 好 再见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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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